来到第五场赛事 骑士錶翠的第二关 跑死班1650米 这一场我自己觉得挺头痛的 怕这场马也吃止痛病才能够 希望能够出一个范围 加上难助 我觉得部速方面 似有还无 所以最后先选择一只擺在前面走的雷工作 看看能否操控部速 这匹马在近将跑泥地 也不是他最耍家 而11月9日直路内南不好 所以他更削弱了他的表现 因为外面的安抚男装睡宝全部都是盖上来的 而在季内 104这场的31里 当时他背着手帮 直路都是走着不利的场地 马上带大家看看 陆衣服 橙眼罩 就是雷工作 而外面盖的 共创欢乐 转数高 还有阳明高高 那些欢理心 全部都在外面盖上来的 现在在内南 之前我介绍过大师级 老老通 全部都在内南洩轨了 而雷工作 确实内南洩 应该跑到尾处 应该是差中之差的场地 这次抽到潘顿 潘顿以往和这匹马 骑过一次都能赢到马 加上这次的休息期也比较长一点 希望12当换到赔率 现在早飞的时间也有28倍 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看到 披士是6.1倍 相对这一组里面 友谊之星 钻色神圣 放眼亮 一铺成鸣 这些都是伟大胜利 都是要靠为追的马匹 重视可能早段会有些 飞环追跑上短途 搞一下他 但是 搞到两口 可能飞环追自己都没力了 雷工作可能会赚到一些 捕捉形势 有些赔率可以抠下 另外 是友谊之星 我们去到统计招里面 看到谷草是5比0 好像真的差一点 但我们去到上季的赛绩里面 他在三班跑1650米 在 轻磅的时间 我马上带大家看看 当时是小着风跑 他跟当裔的红运发财 还有外面上来的成才 有备而来的那些 他跑得近 加上 这一晚的赛事 去到下半场 也在里面不是那么好 所以 如果他拿回这一场 第四的水掌 去讨计这一组 当时他就评了68分 现在都比他低了12分 如果拍出水掌的话 我觉得这一组 绝对都可以去讨计 上一次赛前他就退出了 其实他11月23 看回神粗体育里面 他很快11月23之后 就复货 首尾6号退出了 然后其后 很快就已经复货 而且试过大集 虽然起步慢了一点 但没断追势是不瘴的 如果这次同场 又要追的 钻色神圣 就20多元 他有20多倍 大家的骑士都是这么高这么大 我觉得也有权去博下 另外七后梦幻战士 用田泰安 应该比较在熟手 始终是季内曾经赢过的拍档 然后千八那场就比较 更加急了 上一次亦是虚了弯位的 马上可以看到了 183总场截 他和钻色神圣两只 飞出外档 而 当然钻色神圣 那个追势较强 梦幻战士回来 他就比较关速 追下有点追下有点 所以如果这次在内档 排回好位似的赢马 的时间 梦幻战士有机会 回马枪 而 这个钻色神圣 上次也有用力追过第二 当然那个弯位更加亏弱 上季这一匹马 就两扣 第三扣就走样 这次配到莫雅 我相信就会热上加热 只是这样放在第四选 都会随时怕他会走样 如果临场好利放 也都是 叶楚昂见马防有动静的话 奇力断金可以 图一下 圈迷范範围 给大家去参考一下 因为 上一次他击一下谷草一里 其实 他也是比较亏弱的 回到来 他也肯追一下 似乎跑夜马 转两个急弯 他都可以应付 所以 擺作边线的配角 重复一次波仔第五场的 深水 选了二号雷工作 事由友谊之声 七号网玩战士 和九号转色神圣